第一个 不要做得很实正的 留一点点坏 让他跟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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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好 刚刚说完了 带挡的基本concept 记住一件事 假设如果你想挡你的队友 或者你要你的队友走的话 记住 一个漂亮的pick 刚刚说过 是我用人的中间 去挡敌人的旁边 人的中间 挡敌人的旁边 OK 那换言之 队友呢 你想你队友走的方向 应该是哪里 应该跟着你哪里 没错 跟着你的臀部 是的 你的臀部向哪里 他应该就走去哪里 OK 刚刚我们做了一个带挡 一般带挡就是在高位 OK step pick 然后带横 是的 OK pick and roll 然后 就打个pick and roll 高低位 但是 如果 你 如果 你是带着球的话 没那么容易做到高低位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第一 例如 带挡除了打横之外 另外一个 set pick 的方法就是 下上 中线的pick 就是我们本身可以这样pick 那我们不敢pick的话 我们可以 变成这样pick 那他有个直接的铲篮机会了 好 Andy 试一下用pick 给我看看 是的 OK 然后 我就roll了 刚刚我roll的快不快 不慢 但Andy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看他这个高度 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 未必是一个控球后卫 但是他的高度在我们香港的篮球里面 普遍来说他应该是 除了打控球后卫 就是做球证的 是不是 不是的 他正常应该要打控球的 一个控球后卫呢 今天都真的要记住一件事 没什么 不要带死那波 在你未决定到射球 还是传球之前 你不可以带停那波 要么 你不要随便带那波 不要随便混球 不要随便拿起 这两个要点做控球一定要的 OK 好了 说回刚刚的pick pick 中线的他过 他会跟着我背部去 好 停 记住 现在的pick and roll 假设我们如果现在挡 以前我们会转身 OK 有机会 有机会 催你moving pick 真的有机会 因为你也是一个 正在动的动作 所以 现在一般我们会 double pick 什么叫double pick 首先第一件 第一件就是 好 我挡第一次 过 轻松的 给他过 带外一点 带外一点 让他追回 对了 带外一点 追回 好了 然后 OK 第二下就是 他带回 对了 一样用 我用背脚pick 对了 那就变成第二个pick and roll 明白了 当我 我没有转身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moving pick 我们用两个pick OK 假设Andy做pick 我带球给你看看 好了 OK 第一个 不要做得很实正的 留一点点位的 让他追到 对了 转回来 对了 然后再交 对了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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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ndy 所以你真的应该是适合去打控球 还有或者球阶 哈哈 不是说笑而已 不过真的 平时你们打街场都是这样的 不漂亮不惨 对不对 哈哈 刚刚就是一个挺好的示范 记住 我们pick 不要随便动 尤其现在当你在 真的 你在转身的途中 都可以催你moving pick 如果你见 可能有时候你看到 MAD pick 都是这样站定 等别人pick两次 然后你去roll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单挡距离 第一 打滑 第二 打直 用挡的时候记住一件事 用挡 如果你想一下打死他的 OK 进去 出回来 用挡 第一个 而如果你是想 来多一下的 战术需要的 OK 拉开 给他个位置 然后再进 是啊 通常是炒的 这球 哈哈 明白吗 OK 可能他们两个防守 会比较friendly 一些 想套戏 好像套教学片好看一点 但是 你可以慢慢在街场上示范 一个最基本的单挡概念 一 一 胸口挡 你的敌人 二 背脊 全部是你队友将会去的地方 三 打横 四 中线 五 Double 尤其是两次的 的 效率高很多 当然 你和你 队友 就要有点点练习和物ered OK 好了 今天担当最基本的担当 我们说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的话 即管问 或者我下次再说些 比较复杂的担当 不过,很难得有这么多人 OK,好,今天 交得漂亮实草